第141章断造,原来的精神力虽然也是无形无相,但在我的感觉中,就像是一团奇妙的气体。而自从突破到四阶之后,精神力就一直在大幅度增长。我修炼你教我的那个子极魔童,效果更好一些。今天我突然有种气态精神力变浓密凝聚,画出了一点液体的感觉。那液态的精神力明显浓密紧实得多,还不占地方。 这样下去,我精神力的提升空间就大多了。这就精神力液化了。唐三听完大吃一惊,他的精神力能够液化,除了先后吸收的灵犀心眼、阴眼和天狐之眼三大眼睛类妖神变能力融合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有那一点神识作证精神之海,再加上他三世为人的经验。 独白却只是突破到四阶,精神力竟然就已经朝着液态转化了。就算没有子极魔童,只是天狐之眼,估计他也能完成精神力的液态转化,就是多耗费一些时间而已。 真不愧是第一等的妖怪族血脉,果然强大。 恭喜啊,独白师兄,你这像是精神力液化的表现,液化的精神力会强大得多。 你的天狐之眼有什么新感受吗?唐三问道,独白点点头,道,感受多了好多,我现在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运气了。 譬如,我觉得你今天的运气就相当不错,但不知道为什么,看你的运气和在别人的不太一样,让我有种亲近的感觉。 还有就是,你的运气看上去比较飘忽,而别人的比较实在。 唐三心中暗想,这应该是和自己也有天狐之眼有关。 看来老师们的判断是没错的,进入四阶的天狐变,相比三阶有着脱胎患骨般的变化, 而且这样的变化还会随着独白精神力的持续增长而增强,渐渐地将这第一等的妖神变作用发挥出来。 橙子湿血的变化也挺大的,感觉如何? 而,唐三向橙子瞪问道,我的感觉也不错,身体变得强韧了许多,正如你所说, 金翅坚韧了,我的飞行速度有所提升,再加上修为突破,我现在用金翅披风斩容易,多了,威力也明显增强了。 橙子诚喜滋滋地说道,独白感叹一声道,果然是钱能通审啊。 有钱,连修炼都会变快,看到伙伴们都有所提升,唐三心中十分喜悦。 他们提升就相当于自己提升,他们的实力等级就是自己相应的某种血脉之力的上限。 今天也是正常上课,因为其他老师不在,所以还是以体能课为主。 吃了龙筋果的唐三,明显感觉上体能课变得轻松了。 他主动给自己加了量,以便让身体更好的吸收龙筋果的药效。 上午进行体能训练,下午没课,难得休息,正好唐三提前跟镇长老师约好了,吃了午饭,唐三直接来到张浩轩的住处。 你吃了龙筋果,张浩轩上下打亮了唐三几眼,立刻就看出了他的变化。 唐三点点头,道,效果挺明显的,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强了一些。 张浩轩微笑汗手,道,龙筋果的效果确实不错,虽然算不上顶级的天才地宝,但产量很小,咱们学院也就弄到了那么一点。 可惜只能吃一次,吃第二次的效果就会大幅度衰减了。 你确实是需要加强身体素质,但也不要操之过急,毕竟你现在年纪还小。 你只要经常吃一些腰瘦油保持正常成长,等到你十四五岁的时候,身体的承受力应该就和成年人差不多了。 是,唐三答道,走吧,铁匠铺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你确定要自己打造? 张浩轩问道,唐三点点头,道,老师,我想试试。 行,那就试试吧,对于唐三,张浩轩还是十分认可的。 虽然这孩子来的时间不长,但他带给张浩轩的冲击着实不小,甚至刷新了张浩轩对于人类修炼的认知。 张浩轩越来越能感觉到唐三修炼的那个玄天宫有多么奇妙的效果,他私下里也尝试过,但一点运转的可能都没有。 如果不是怕玄天宫暴露,他真想再找个没有妖神变的人类孩子尝试一下。 唐三来到学院之后,不只是自己的修为提升得快,还带动身边的其他学员有了不小的提升。 尤其是独白的天湖变和故里的时光变,这本来是学院的老大难问题,没想到唐三带着两人出去历练了一趟,回来两人全都突破了,说他是救赎学院的福星也不为过。 两人走进铁匠铺,首先迎来的是滚滚热浪,几名身材健硕的铁匠正在忙碌。 看到张浩轩带着唐三到来,铁匠门纷纷放下手中的火,向张浩轩打招呼。 能够在学院小镇上生活的自然都是附庸,唐三的眸光一扫,灵溪天眼辨别出,这几位铁匠所拥有的妖神便都是力量型的,不是很强,三阶左右,带来打铁也足够了。 嗯,你们先休息休息,这里交给我们一会儿。 张浩轩说道,对这位镇长,铁匠门倒是都很尊敬,向他点点头就都出去了。 你想怎么做啊?张浩轩扭头向唐三问道,唐三道,还要麻烦老师帮我断烧,然后我打造一下试试。 嗯,好,你要断烧什么?张浩轩门纷好奇地问道。 当下,唐三将自己买的那些黑屋石取了出来。 黑屋石,你断烧这玩意干什么? 黑屋石除了坚硬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本身也不蕴含能量。 他之所以会被收集,是因为坚硬,但也因为太坚硬不好打磨,所以基本没什么用,只能用来修理吧。 脚脉扑的这点黑屋石都不知道落挥多长时间了。 张浩轩一脸疑惑地看着唐三,唐三道,老师,就是他。 我想试试,这么坚硬的矿石如果被断烧,是不是能够提炼出更坚硬的东西? 我想用他打造个武器试试。 张浩轩有些无奈地摇摇头,你这叫异想天开。 讲要武器还不如找好一点的基础来打造,这黑屋石能有什么用? 唐三坚持道,麻烦老师帮我试试吧。 说着,他已经将黑屋石放入了断烧炉之中。 他买的黑屋石数量相当多,放进去几乎将整个断烧炉填满了。 那就试试吧,张浩轩有些无奈。 唐三从旁边拎起一柄锻造锤,张浩轩则来到断烧炉前方,右手抬起,摇指断烧炉,猎虎便施展开来。 身体明显膨胀的张浩轩,掌心之中喷射出一股炽烈的火焰,火焰落在黑屋石上,开始升温断烧。 唐三就站在他身边口不断惊地看着,默默地等待着黑屋石发生变化。 黑屋石看起来熔点很高,张浩轩断烧了一会儿,黑屋石除了微微发红之外,并没闷其他的变化。 张浩轩刚要说什么,唐三已经率先开口道,老师,升高温度。 第142张黑屋石,乌金,张浩轩有些无奈,加强血脉之力的注入,掌心中喷射出的火焰已经变成了金红色。 金红色的炽烈火焰温度极高,断烧炉本身都开始渐渐发红了。 而里面的黑屋石,颜色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红起来。 这断烧炉不能再加温了,否则就要烧毁了。 张浩轩提醒道,足够了,老师麻烦您持续加温。 一边说着,唐三拿起旁边的火钳子,将被张浩轩火焰直接断烧颜色变化最大的一块黑屋石给加了出来。 这块黑屋石已经被灼烧得通红,再加出来的一瞬间就绽放出炽热的温度。 唐三将它放在铁毡上,左手火钳子稳固,右手的锻造锤就抡了起来。 玄天宫已经修炼到第六重,在玄天宫的催动下,铁锤轻如无物一般,当了一声,第一锤就狠狠地砸落在黑屋石上。 张浩轩清晰地看到,平时极为坚硬的黑屋石,竟然被砸扁了一块。 它顿时流露出惊讶之色,在自己的高温断烧之下,这黑屋石的硬度是明显下降了啊。 唐三的动作并没有停止,手中锻造锤伴随着身体的半转一次又一次的砸落。 在左手还控制着火钳子的情况下,它的右手锻造锤却依旧能够在身形半转之下借力,让每一锤都变得比上一锤威力更强一些。 这虽然不是完整的乱披风锤法,但也已经非常的惊人了。 一锤锤沉重落下,黑屋石不断地变形,在变形的同时,明显有黑色的粉末四散。 张浩轩看着唐三锻造,他惊讶地发现,当唐三握着那柄锤造锤的时候,整个人的气质似乎都发生了变化,似乎那锤子本来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式的,大有几分人锤合一的感觉。 唐三自己也有同样的感受,锤子,前世的时候,自己的第二个武魂就是锤子啊。 号称力量第一的强大存在,每当面对强敌的时候,他那柄号天锤都是最后的底牌,最强大的杀伤性武器。 可惜,这一世,这一切都没有带来,可是,运锤的感觉还在,当当当,当当当当,锻造锤一锤锤落下,那块黑屋石已经在迅速变小,但本身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原本黑漆漆的石头,随着体积的变小,渐渐散发出一些金属光泽,那有些暗金的色彩也随着唐三的锤造开始变得越来越浓郁起来。 每一次沉重的锤造,它的色彩似乎都会变得鲜亮几分,渐渐有了金属的味道。 这事,张浩轩瞳孔收缩,金属,黑屋石竟然能够和其他金属矿石一样,被锤造成金属。 以前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吧,但却都没有成功。 那是因为,断烧的温度不够,还是说锻造必须要足够强大的力量才行。 就在他心中充满疑惑的时候,突然之间,唐三锤下的黑屋石骤人光芒大放,一道光芒充起足有近丈高度,光芒足足持续闪耀了数秒,才悄无声息地消失。 黑屋石也随之变成了一块暗金色的金属,体积大约只有最初时候的五分之一不到。 唐三蹲下身体,仔细地观察着这块金属。 原本属于黑屋石的坚硬依旧还在,而且变得更强了。 而当黑屋石变成眼前的乌金石,它本身的韧性不知道增强了多少倍。 乌金,这玩意在前世的时候,绝对是凤毛麟角的一种金属。 它最大的特性就是惰性,对于任何属性的反应都不强。 坚韧无比的乌金,在本身惰性的作用下,几乎可以抵御绝大多数属性的侵袭。 无论是作为武器还是作为防具,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在唐三看到那些黑屋石的时候,还不能确定它们就是乌金矿石。 第二次在去看的时候,凭借着提升了的灵犀天眼,它才有了较为准确的判断,基本判定,黑屋石就是乌金矿石。 此时锻造下来,不但确认了乌金矿石,而且,纯度还相当不低。 乌金虽然不是特别珍贵的稀有金属,但这玩意却是最适合用来当锻造锤的,其承受力极强。 而且,作案器也很好,穿透敌人各种属性防御的时候,完全可以用轻而易举来形容。 这也是为什么唐三几乎将所有黑屋石购买一空的原因。 这东西是可以用来做暗器的,它现在其实是缺乏有效攻杀手段的,但有了暗器,那可就不一样了。 这是什么? 张浩轩一脸惊讶地看着唐三,唐三怂怂肩膀,道,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锻造一些金属,然后尝试着制作一些玄天宝录中记载的暗器。 老师,这金属看起来还挺坚韧的,张浩轩抬手一吸,将已经锻造成功的乌金吸射到自己掌中,默默地感受了一下,用手用力地捏了捏,正如唐三所说的那样,这些乌金的品质相当之高。 非常的坚韧,至少是他所见过的金属之中,最坚硬的之一了。 这也行,这算是变费为宝,老师,我们继续吧,今天下午争取把这些黑乌石都提炼出来。 唐三说道,张浩轩还是忍不住问道,刚才他发出的光芒是怎么回事。 唐三一脸无辜地道,我也不知道啊。 他总不能告诉老师这叫千段异品,是锻造达到一定水平稀有金属的反应吧。 千段有灵,千段异品,虽然他现在远没有前世的修为, 但锻造出这种顶级效果还是非常容易的。 如果没有张浩轩载的话,他甚至还能进一步将金属提炼呢。 只是现在先不用,还是先简单地提炼了这些黑乌石再说。 乌金矿石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超高温才能锻造,一旦变成乌金之后,反倒是不用那么高温了,锻造炉的温度就能起到足够的锻烧作用。 所以,唯一克制乌金的,其实是火,尤其是高温的火属性。 在高温下,乌金会变软。 除此之外,几乎对任何其他属性都无所畏惧。 至于不耐高温这一点,唐三会想别的办法,譬如维他匹配另一种金属进行合金锻造。 但目前还不需要考虑到那么极致,单纯的乌金已经是打造暗器的绝佳材料了。 张浩轩继续断烧,唐三继续锻造,张浩轩很快就发现,刚开始锻造的时候唐三似乎还有些声色的样子,但渐渐的,他那锻造锤轮的就熟练起来了。 一柄锻造锤被他挥舞的虎虎声风,还不时洒出一道道光芒,非常有节奏的敲打声仿佛带着一种特殊的韵律,美妙的声浪不断在铁匠铺内回荡着。 唐三经过这些年的观察,他早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锻造水平其实很一般,这也可能与这个世界的资源太过充沛。 妖怪族和金怪族本身实力又太过强大有关系,他当然也不能显露出比这个世界层级高出太多的锻造手段,但普通的锻造还是可以施展一些的。 一块块乌金被打造出来,唐三也不急着塑形,先把所有的黑乌实体炼成乌金才是最重要的。 这需要张浩轩的血脉火焰,等成就了乌金之后,只是单纯利用铁匠铺,他自己也就能打造了。 第143章蹲守,一直到傍晚时分,期间基本没有休息的唐三才将黑乌实锻造得差不多了,看着那一块块的黑乌实成为乌金,张浩轩也是一脸的惊奇之色。 你这个空间带是哪来的?一直到锻造全部完毕,张浩轩才问出自己心中另一个疑惑。 唐三的黑乌实自然不能凭空取出来,运送也麻烦,他索性没有对张浩轩再隐瞒自己的空间带。 从风狼小镇带出来的,老师,我当时在离开的时候,遭遇到了那个风狼镇镇长,然后我把他击杀,吞噬了他的血脉之力。 所以才会来到咱们这里的时候,就是五阶了。 唐三坦然说道,经过这些天的相处,对于救赎学院以及自己这位老师,他心中已经渐渐认可。 有些东西也没必要隐瞒,张浩轩眼神微动,你那会儿还是四阶吧,他应该是五阶。 唐三点点头,道,他当时和闪暴族的强者战斗受伤不清,我算是捡了个便宜。 张浩轩嘴角抽搐了一下,那这么说,风狼族和闪暴族之间的战争,其实算是泥条起来的。 他们那打得可是相当热闹,强者都死了不少。 祖庭都被惊动了,好不容易才将双方的厮杀弹压下去。 唐三眨了眨眼睛,当时他要杀我,我也不能让他杀吧。 后面的是我就不知道了,好个一推二五六啊,张浩轩的表情有些精彩,向唐三竖起大拇指。 这小子真的是狠啊,从他带队杀妖兽的时候张浩轩就看出来了,果决,强悍,偏偏又还能保持冷静。 他一路上是将唐三小队所有的表现都看在眼中的。 他完全可以肯定,没有唐三的话,恐怕这只小队连一半收获都有不了,更别说是后来猎杀叉吃虎了。 而唐三在一路上指点众人相互配合,甚至还教导他们一些战斗技巧这些,张浩轩也都看在眼中。 这个具有领袖天赋的孩子展现出的无私一面,是让他非常满意的。 那次历练他之所以同意,其中也不无考核唐三的意思,只有真正遇到事情,尤其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性。 谢谢老师,最后一块乌金锻造完毕,唐三满意地将其收起来。 张浩轩道,你的锤子呢?今天不打造了,唐三摇摇头,道,今天不行了,没力气了。 改天我自己来就行了,这黑乌石提炼成金属之后,感觉柔韧了许多,但更不耐烧了,下次应该只需要借用铁匠夫,不用麻烦您了。 嗯,行吧,那您也早点回去休息。 张浩轩点点头,对这个孩子,他现在都不知道该怎样指点了,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他这个老师做什么,唐三成长的速度就已经是相当惊人。 唐三道,对了,老师,哪里有卖咱们家里呈详细地图的?我想买一张,脚卖铺好像没有。 张浩轩疑惑得道,你要详细地图干什么? 唐三一脸天真无邪的道,学习呀,熟悉这座城市应该挺好的吧,也可以趋吉避凶,避开那些不能去的地方。 老师们讲课时候用的地图都是比较简易的,不是很详细,张浩轩道,那你跟我来吧,我那有一张先拿给你用。 详细地图是非常珍贵的,都是手绘而成,价格高昂,你什么时候用完了再还给我。 好的,谢谢老师,能够花钱当然是最好的了,地图还需要手绘,可见妖精大陆的科技其实是相当之厚的,纯粹的冷兵器时代,当然,人家这个冷兵器时代是建立在个体实力极为强大的基础上。 去张浩轩那里拿到地图的时候,唐三就明白为什么张浩轩说这东西很珍贵了。 这幅完整地图很大,而且是一整张皮革制作而成的。 足有6平方米左右,折叠起来都是很大的一块。 把地图带回到自己的住处,将它挂起来,一幅精细的彩色地图顿时呈现在了唐三眼前。 比平时观龙江上课时候用的地图不知道要精细了多少倍,地图上绘画着非常详细的有关于家里城的一切。 连周围的山脉都有较为清晰的标注,唐三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学院小镇所在的位置,上面连学院小镇大概有多少房子都会画得一清二楚。 静好,就熟学院并没有出现在这幅地图上,不知道是因为学院事后建成的还是太不起眼。 唐三开始搜寻所有学院的标识,在脑海中开始记忆。 学院主要有三个等级,最普通的低级学院是启蒙教育,大多数妖怪族能够上的也就是这个了。 更高级一点的教育,就需要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才能去上。 最顶级的自然就是他们近在咫尺的家里学院了。 从美公子的年龄来判定,他应该不是参加最低等的启蒙教育,中间级别的普通教育可能性是最大的。 而这样的学院,在诺大的家里城之中,也只有十二所而已。 把范围圈定了,那就容易多了,守株待兔败。 蹲守,接下来的几天,唐三都是白天上学,下午放学之后要么就去铁匠铺锻造,要么就下山去找目标学校蹲守。 日子过得也算规律,不过,连续几天的蹲守下来,都没有什么收获。 根本就没看到过美公子,他也又去过一次家里广场那边,依旧没有看到美公子的身影。 他也不好再去多问,只能是用自己最笨的方法,继续蹲守那些学院了。 通过观察唐三发现,这些学院每天都是临近黄昏的时候放学,放学之后,妖怪们会纷纷离开学校。 他也问过镇长老师,普通学院是没有住校功能的,也就是说,放学一定会回家。 他给自己制定了蹲守计划,每一所普通学院蹲守三天,三天仔细观察,如果有美公子出现,就一定能够看到才对。 在蹲守的过程中,唐三发现,一些学院之中确实是也有人类附庸在上学的,应该都是拥有较强血脉种族的附庸, 但他们和那些妖怪族之间,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之上,出校园的时候都只能走侧门。 这也让唐三的蹲守变得更容易一些,可是,连续蹲守了六天,两所学院。 一无所获,乌近的打造倒是比较顺利的,唐三也在寻找着有什么适合和乌近互补的金属,目前还没有发现。 但他已经用乌近给自己打造了一堆锻造锤,按照自己最合手的方式打造。 这就让他之后的锻造会变得更加容易了。 张浩轩对他还是非常好的,特意在铁匠铺给他开辟了一个专门的区域,和其他的铁匠们分开。 别人最多只能听到他的敲击声,却看不到他在锻造的是什么东西。 历练小队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怎么形容他们回来时候的样子呢? 灰头土脸四个字或许是最合适的,一行五人,几乎是人人带伤,看上去伤势倒不是很严重,但从他们有些沮丧的表情来看,显然是收获并不算太理想。 第144章没找到美公子,治疗伤势是第一位的,没等唐三打听,独白就悄悄地摸到唐三的房间来了。 小唐,小唐,你知道吗?他们这次历练的效果可是远不如我们啊。 嘿嘿,独白关上门,神秘兮兮兮地向唐三说道。 哦,师兄,师姐的历练如何?唐三问道,独白道,就杀了几只低阶妖兽,最强的也就是四阶而已,一个五阶的都没有,比咱们差远了。 而且,听说他们还惊动了一个妖兽群,要不是老师们出手,恐怕就全军覆没了。 他们根本都没能抵达这次历练指定的目的地,连目标妖兽的面都没见到。 唐三道,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独白顿时脸色一变,我没有,我不承认。 我怎么会幸灾乐祸呢?虽然以前大家都说我是吉祥物没啥用,但我也不会幸灾乐祸呀。 得了,回去吧,估计老师们心情不好,你可别把你这副样子露出来。 唐三有些无奈地说道,其实他早就猫到第二批学员历练的效果肯定不会像他们那批那么好,他们第一批有他核武兵技,整体实力更强。 再者,他的战斗经验又岂是这些孩子所能比的。 诸此外出历练失败自然是可预见的,但只要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就一定会有所收获,也并不是坏事。 历练总结在第二天到来,毫无疑问,第二批前去历练的学员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听他们讲述整个历练的过程,其实也不算太差,但无奈有第一批历练的学员作为对比啊。 对比着实是有些明显,没有获得足够的收益,没有找到目标夭兽,这次历练回来之后,学员们也没有太大的提升,受到的惊吓却不少。 但总算,这也是一次真正的实战了,他们还是有所收获的。 在唐三看来,这就已经很不错了,第三批学员当然还要继续历练,毕竟要一视同仁嘛。 到了第三批学员,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一批的六名学员已经知道有老师跟随,心里有底。 这对他们的历练效果肯定会有影响,但现在也顾不上了,总要多尝试才行。 唐三在最近这段时间显得很低调,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修炼任务和作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偶尔锻造,经常去学校蹲守。 对学院内的老师们,唐三就说自己去铁匠铺了,这一点有张浩轩给他证明,也没人多问。 所以,他外出的时间自然就变得充裕了,但让唐三十分郁闷的是,他接连蹲守了多所学校,仍然一无所获。 他心中甚至生出了疑惑,难道是美公子妈妈骗了自己,美公子并不是去上学了。 可是,从他妈妈的表情来看不像是骗人,而且对方也没必要骗自己一个小孩子啊。 怎么办,他只能继续蹲守下去。 时间过得很快,一直到第三批学员历练结束,唐三也没能找到美公子所在的学校。 第三批学员历练的情况比第二批学员要好一些,在明确知道有老师跟随的情况下,学员们的行动更加大胆,运气也比较好,最终的成绩要好点。 这段时间下来,武兵纪的伤势已经好了,每天都在修炼。 故里、独白、橙子诚提升的境界也算是稳定了下来。 所有学员完成这一轮历练,总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虽说只有第一批学员历练的效果最惊艳,但老师们在做整体评估时发现,正如唐三当初所说的那样,这种真正面对强敌的实战,效果明显会更好一些。 接下来就是沉淀、修炼,让学员们消化这种实战的收获。 又是一个月过去,对唐三来说,他最大的变化是从9岁到了10岁。 这两个月,由于经常吃腰瘦肉,再加上他自身的调养、修炼,他的身体变化很大,足足长高了大半个头,身材也不再那么瘦弱,看上去顺眼多了,气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刚来学院的那时间,他的表现太耀眼了,而最近这一个多月,他却非常低调,除了上课之外,其他学员基本见不到其他人。 而通过平日与独白、顾礼、诚字诚他们的接触,唐三以细水长流的方法,将自己的几个烙印的等级逐渐提升了上来。 其中,金鹏便被唐三提升到了4阶,偶尔他也会到后山尝试一下飞行的效果。 持光便也提升到了4阶,天狐便提升到了3阶巅峰。 到了这个程度,唐三就发现,果然晋级是不太容易的。 越高层级的血脉烙印,晋级的难度大,他又不能一次性吞噬,吸收太多伙伴们的血脉之力,以免影响他们的修炼,所以只能循序渐进。 所以,唐三现在的6个烙印,除了清律藤可以忽略不计之外,另外5个烙印中,融合了叉翅虎和蜂狼的血脉之力之后,唐三仔细思考过后暂时命名的蜂虎变6阶,他的烙印,闪暴变5阶,金鹏变4阶,时光变4阶,天狐变3阶巅。 看上去这些血脉烙印提升不大,但实际上,随着唐三的不断修炼,身体强度的增加,他的6阶境界逐渐稳固,保障的感觉渐渐消失了,这才是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才是后续提升的基础,不过,唐三的心情并不好,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实力稳步提升而兴奋。 找不到美公子,对他来说,怎么都不会开心的。而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蹲守的学院数量越多,他的心情也就越低落。 今天他蹲守的是最后一所中等学院,难道说,他真的要去蹲守低等学院吗? 那范围可就大了啊,实在不行,就去美公子奶茶店蹲守吧,他总是要回去的吧,只要他会回去,就总是能碰到的吧。 没有,还是没有,直到天完全暗了下来,唐三依旧没有看到他想见到的人,他真的有些失望了。 回去吧,带着几分落寞,唐三返回了学院小镇。 唐三脑海中不断想着各种可能,美公子究竟在什么地方上学呢? 十二所中等学院他都蹲守了,虽说最后这一所学院他还只是蹲守了一次,但以他观察的仔细程度,就算是第二次第三次,也未必会有所发现。 那么,现在的可能性就有很多种了,一个是美公子在低等学院上学。 再就是美公子的妈妈其实骗了自己,美公子并没有在学院上学,而是去做别的事情了,或者是去了别的地方。 这一个多月,唐三去了几次奶茶店,都没有见到美公子的身影。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呢? 唐三一边想着,一边开始爬山,进入家里学院的范围。 正当他向上攀爬的时候,他的精神突然微微一震,一种奇妙的感觉萦绕在心头。 他的双眸有些发热,炙热的感觉似乎带来几分奇异的兴奋,是的,他的情绪竟然被调动得兴奋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灵溪天眼,毫无疑问,这是灵溪天眼带来的变化,而且这不是危机的预感。 天狐之眼能够观察气韵,但到了四阶之后,才能一定程度地掌控气韵,引导气韵。 第145章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前他们在与叉翅虎战斗的时候,独白之所以能够突破,就是踢出了灵溫一脚,从观察进入到了掌控的范畴,这才有了四阶的突破。 运气当然分为好运气和坏运气了,当恶运来临的时候,身为天狐之眼的拥有者,自然而然就会有所察觉,从而自然而然地做出一些趋吉避凶的事情。 而当好运来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唐三倒是没有过太多的体会? 毕竟,他拥有天狐之眼的时间还短,也没有刻意地去探查过。 是打算等自己突破到了四阶之后,再仔细地去感悟和探查一番,同时想办法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实力之中。 那么,此时此刻的感觉又是什么呢? 装眸发热,没来由的兴奋,难道这代表的是,好运,正在这时,山上传来脚步声,沉重的脚步声不需要去看,唐三也知道,这是有妖怪的到来。 他赶忙让到道路一旁,在这上山的路上遭遇到妖怪族一点都不奇怪,无论是家里学院的老师还是学生,都要走这条路。 只有到了接近家里学院的地方,他才会踏上分叉小路前往学院小镇。 家里学院的妖怪族大都是贵族,这些贵族学员一向自尽身份,不屑于去欺凌附庸什么的,更何况学院小镇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家里学院服务的。 所以,家里学院的学生见到学院小镇的附庸,一般还是过得去的,甚至还会比较客气。 有些脾气好的,还会主动打招呼,唐三刚站到路边,很快,就有妖怪族的学生从上面走了下来。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身材高大,大约有两米左右的身高,浓密的金色长发披散在身后,双眸之中,更是闪烁着黄金一般的光泽。 而他的外表,看上去竟然和人类没有什么两样,这就非常奇特了。 如果不是他的双眸是树童的话,甚至都很难辨别出他其实是个妖怪。 这是,在来到救赎学院之前,对于这样的情况唐三或许还判断不出来。 但现在他却一下就能认出,这是高等妖族,有着非常强大血脉的高等妖族,这样的妖族是能够幻化成人形的。 对于妖怪族来说,幻化成人形要比他们本体更加灵活,日常生活也更方便。 甚至这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妖怪族和金怪族的附庸,以及人类女性会被妖怪族看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了。 妖怪族甚至有一种说法,人类其实是妖怪族的残缺血脉后裔,继承了可能会变成人类这样的模样,却没能继承妖怪族强大的力量。 越是高阶的妖怪族,越是对这种说法认可。 毫无疑问,这名妖怪族的青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跟随在他身后的很多妖怪族,明显都是以他为首。 可是,此时此刻,唐三目光所及,在他注视之中,却根本就没有关注到这明显有着黄金血脉的妖怪族是何等存在。 在他眼中看到的,就只有这金发妖怪族身边的那一位。 此时此刻,唐三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句话,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那走在金发妖怪族身边,身穿家里学院制式校服,一头长发在脑后飘扬却毫无表情的绝色美少女,可不正是他苦苦寻觅了多日的美公子吗? 在看到美公子的那一瞬,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大脑仿佛骤然爆炸开来了似的,所有的一切在这一瞬都明了了。 美公子的妈妈并没有骗他,美公子确实是去上学了,但并不是中等学院,更不是低等学院。 而是在家里城之中,首屈一指的高等学院,家里学院。 在这一瞬,唐三的思路已经完全清晰了。 美公子是人类附庸,这一点毫无疑问,拥有神识的他不会看错的。 但美公子身上是什么样的妖神变他却并不知道。 而此时看来,身为人类附庸的他竟然能够和一名拥有黄金血脉的年轻妖怪学员走在一起,而且看上去地位还并不低。 再加上他家的奶茶店能够开在家里广场这种地方。 那么,美公子的身世已经昭然若揭了,毫无疑问,他的父亲应该是一名非常强大的妖怪族,而且血脉层级也一定很高。 唯有如此,才能让他拥有这样的地位,才能够来到家里学院学习。 正在唐三内心通明,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的时候,突然间,眼前一黑。 下一刻,一只大手已经抓向他的面旁。 看什么看,王子殿下也是你能看的。 一道雄壮的身影挡在唐三身前,蒲扇般的大手直接就抓向了他的头颅。 唐三下意识地后退,向后跳跃而出,装手向身前虚暗,风元素吹袭,推动着他后退,避开了对方这一抓。 黄胆朵,那身材壮硕的妖怪族学员显然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怒合一声就要上前。 够了,带着几分威严的声音响起,那身材壮硕的妖怪族学员这才助手。 这一群从山上下来的家里学院学员们全都停下了脚步。 对于别人,唐三自然都无所谓,他的目光依旧还在美公子身上。 他看到美公子明显皱了一下眉头,而他身边那一头金发的妖怪族男学员则是一脸微笑的道,别生气,小熊,走了。 从始至终,他连看都没看过唐三一眼,显然是冲着美公子也是人类的份上,才放过唐三这个小小的附庸。 美公子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唐三这边,刺目相对,唐三的心头猛然颤动了一下。 美公子眼眸深处流露出一丝诧异,似乎是感觉到有些熟悉,但对于这两个月变化很大的唐三,他也没能一下就认出来。 以唐三三是为人的心性,本应该无比沉稳,可此时此刻,他却有种特别强烈的冲动,想要冲上去将美公子身边所有的人都打倒,然后将他搂入自己怀中,以为相思之苦。 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那身材雄壮,被称为小熊的妖怪冷哼一声,小心点,小字。 低下你的头,唐三深吸口气,强行克制住了自己内心的冲动,然后缓缓低下了头。 理智终究还是战胜了莽撞,他不能动手,除非是引动神石,否则,这些明显是家里学院顶尖学员的存在他未必打得过。 更何况,就算他打过了又如何,现在的美公子会对他如何吗? 然后他突然意识到一个情况,那个有着一脑袋黄毛的家伙,难道说还是自己的情敌不成? 美公子才十三,四岁的样子,他们这些学员也都不算大,怎么能早恋? 家里学院不管吗? 不过,美公子看上去对他也没有假以词色,也没有什么亲密的举动。 普通同学,一定只是普通同学,虽然依旧白爪挠心,但想到这里,唐三的心情总算是好的多了。 而最让他欣慰的就是,原来,美公子究竟在咫尺,就在家里学院啊?这样的话,那可就方便多了。 第146章要去做陪练,一刻钟后,大师兄,大师兄,唐三风风火火地冲进了大师兄武兵记的房间之中。 怎么了小唐,你怎么这么毛毛躁躁的,是不是又发明出什么新的暗器手法了? 说到后面,武兵记明显眼睛一亮,对于唐三的暗器手法,他可是非常有兴趣的。 这对他的兵元素操控有很大帮助,转手见最近他可是已经练习的熟练了。 唐三笑道,暗器手法好说,大师兄,最近有没有什么陪练的任务? 就是去家里学院陪练的任务,我想接一个。最好是比较长期的那种,你要接陪练任务。 武兵记惊讶地看着他,道,你年纪太小,这恐怕不行,尤其是你现在如此小的年纪这等修为,道路了也是麻烦事啊。 不行,不行,老师们肯定不会同意的。 唐三赶忙道,大师兄,你什么时候见我干过没把握的事情了? 我一定会小心的,接那种最简单的陪练任务,只要在家里学院内就行了。 不行不行,武兵记得头摇得根捕论骨似的,先不说老师同意不同意,他心中就不同意啊。 眼看着第二批,第三批去实战的学员回来效果不佳,他就越发地明白唐三有多么重要了。 虽然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学到的那么多知识,但有他带队的情况下,他们的团队收益巨大。 上次赚了那么多元素必不说,还让大家都将实力提升了不少,除了他之外,几乎是人人进阶,这是多么美好的事。 他还打算和唐三一起进行第二次的外出历练呢? 唐三毫不犹豫地道,一门全新的暗器手法。 保证威力非凡,武兵记眉头跳动了一下,什么暗器手法? 唐三想了想,道,我教你个复杂的,但一旦练成,那就厉害了。 但需要你练习的时间也比较久,你要是能把这门暗器手法练成了,六阶以下妖兽绝对是秒杀。 啊,武兵记目瞪口呆地看着唐三,这怎么可能? 鸟杀六阶妖兽,虽然他自身也是六阶,而且这段时间感悟还相当不错,提升的也比较明显。 可六阶妖兽的身体强度不是人类所能相比的,面对六阶妖兽,如果是一对一的情况下,他就算想要获胜也需要非常艰难的过程,还要看是什么类型的。 唐三说能秒杀六阶妖兽,他下意识的是不信的。 可是,想想唐三之前吹过的牛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一点,又由不得他不信。 你可别蒙我啊,武兵记吃惊的道,唐三道,怎么可能? 这样,咱们试试,我给你演示一下,不过我的妖神便是练不成这门手法的,只有你的兵属性可以。 但需要非常精妙的操作,我本来也是打算交给大师兄,让他在您手里发扬光大的。 等您练成了这门暗器,咱们就可以再次外出绿练了,到了那时候,再面对就算是上次那种叉赤虎,估计咱们都不会吃亏了。 真的,那你快演示一下看看,武兵记毕竟也才是十六,七岁的年纪,对于唐三口中的这种神奇的暗器手法他又怎么可能不好奇呢? 大师兄那你站起来,咱们到外面去,试验一下就行,为了能够去家里学院陪未来老婆,唐三也是拼了。 他都顾不上自己有所暴露了,一旦涉及到美公子,什么深谋远率都会被他抛诸脑后。 两人来到外面,武兵记好奇的道,怎么是?唐三道,你站在距离我三十米以外的地方。 他指了直远处,这么远,武兵记惊讶地看着他,暗器毫无疑问是距离中等的时候威力最大,三十米已经非常远了。 就算是他的冰锥都会有所衰减,近一点的距离精神力还能施加影响,太远的话,精神力都跟不上。 你信我的就是了,唐三推着他向远处走,很快,两人距离三十米站了下来,唐三看看周围正好没有其他人,此时已经是快到晚饭的时间了。 他深吸口气,眼中轻光缭绕,右手之中,一团轻光徐徐凝聚成形。 金碧色的青色光芒没有太多的光运外放,犹如石质一般,通体散发着内蕴的金碧色,无形的风环绕在周围,强盛的风元素不断地向其中凝聚。 风钢,这已经是风钢的范畴,但随着吸收了叉翅虎的血脉烙印之后,唐三元本属于风狼的风刃烙印彻底蜕变成了风钢,相当于是风钢将风刃基本吞噬了,毕竟,从层级本身来说,还是叉翅虎要强大得多。 但风狼的血脉气息还在,因为风狼是妖怪族,比妖兽层级又高。 二者相辅相成,令唐三这风钢甚至要比叉翅虎的更加稳定一些。 眼看着那青色光球的颜色越来越深邃,武兵记也是暗暗惊讶。 在他的印象中,唐三就算是使用压缩之后的锋刃,也没有需要这么长时间准备的时候。 可此时此刻,却已经足有十几秒的时间沉淀了。 大师兄,你用冰盾,然后冰元素体。 冰盾三重防御,一边说着,唐三手中的青光突然一分为二,化为了两个青碧色的光球。 好,武兵记深知唐三的厉害,不敢怠慢,飞速地凝聚出三面冰盾挡在自己身前。 与此同时,自身也化为防御最强的冰元素体状态。 唐三深吸口气,眼中光芒大放,下一瞬,两枚青色光球已经被他甩手而出。 两枚光球在空中飞射,发出轻微的破空声,直奔武兵记而去。 武兵记不禁心中疑惑,难道说,唐三是要利用风元素爆破的力量? 这方面的施展不是没可能,但要知道,风元素的切割力肯定要比爆破力好用得多啊。 风润的速度也要比此时飞来的这两个光球更快,他这是干什么? 眼看着,两颗青色光球就已经到了近前,他不禁打起精神来准备应对。 无论是什么能力,马上也会呈现在他面前了。 砰砰,两颗青色光球分别碰撞在他的第一面冰盾上。 想象中的爆破却并没有出现,那两枚青色光球竟然被弹射而起。 就这,武兵记几乎是脱口而出,他连冲击力都没感受到什么。 但是,下一刻他就看到了奇异的一幕,那两颗弹起的青色光球在空中各自画出一道弧线,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就碰撞在了一起。 扑的一声轻响,两枚青色光球几乎是同一时间破碎。 驾一瞬,千百道青芒骤然迸发而出,几乎是刹那间就覆盖了武兵记身前的整个空间。 武兵记下意识的一缩头,他就听到一连串的扑扑声不断在自己冰盾上响起。 唯有多大的冲击力,可是,他很快就感受到了身体的刺痛。 他下意识的后退,同时全力凝聚冰元素护体,等到那一连串的扑扑声消失的时候。 他再仔细去看,不禁道吸一口凉气。 他面前的三面冰盾已经都变得千疮百孔,但却诡异的并没有崩溃。 而他身上也是不断传来阵阵刺痛,身上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破洞装了。 第147章子母追魂夺命版,要不是他自身冰元素体的防御力极强,恐怕刚才这一阵,他都已经成筛子了。 这,这是暗器手法,武兵纪内心此时已经充满了强烈的震撼,一时之间僵硬在原地,甚至都做不出反应了。 唐三已经来到他身边,大师兄,你没事吧? 他刻意压低声音,武兵纪抬头向他看去,眼神之中充满了震撼之色,这,这,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这,唐三嘿嘿一笑,控制啊,当然是对元素的控制,就问你厉不厉害吧,这也太厉害了,三十米啊,还有这样的威力,你这是什么神仙暗器手法? 武兵纪有些口干舌燥的看着唐三,一时之间,眼中已是一彩连连。 走,回去说,唐三扯着武兵纪返回他的住处,武兵纪现在的样子实在是太怪异,被别人看到不好。 回到武兵纪的房间之中,唐三关好门,然后转头向武兵纪嘿嘿一笑,道,这是我这一个月以来刚刚研究出来的暗器手法。 不过,用我来使用吧,这暗器手法总是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因为我的风元素其实并不是太适合,可我发现的时候却已经晚了,那时候我就想到,如果是大师兄你来施展的话,威力绝对是不可同日而喻。 快说说,这里面的窍门是什么? 武兵纪迫不及待地问道,唐三道,我这门暗器手法叫做子母追魂夺命胆。 你看到我那两个光球没有,那就是母胆,而真正的威力,却藏在母胆之内。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当你能够将冰锥压缩成冰针之后,你的远程攻击就会大幅度提升,砖破各种强悍的防御,就算是妖怪族的身体坚韧也未必能够抵挡得住。 嗯,我现在冰针已经初步能够施展了,穿透力极强。 武兵纪兴奋地说道,这是他最近最大的成果,而控制冰元素压缩成冰针的过程对他整体的修炼,以及对冰元素的体验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所以,他对唐三是真的信服。 唐三道,我这个子母追魂夺命感就是建立在冰针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在那母胆之内隐藏着的,就是大量的冰针。 我没有冰元素掌控,所以我藏在其中的是风针。 可风针的威力怎么能和冰针相比呢? 冰针的穿透性多强啊! 而且,冰针一旦刺入敌人体内,只要你的精神力能够勾连得上,这被你强烈压缩过的冰针还能爆炸,产生二次伤害。 你想想那威力,武兵计听他这么一说,不禁道吸一口凉气,还能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用一个冰元素的外壳包覆着大量的冰针,然后再用手法甩出去,让他们彼此碰撞,在远处爆发。 这,这怎么可能啊? 他刚说完最后一句话,就想起唐三人家刚刚施展过,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人家都已经做到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唐三微微一笑,道,大师兄不着急,这其中当然是有窍门的,你让我慢慢给你讲述。 你的冰元素比我的风元素威力大得多,所以在施展的过程中也肯定要比我困难得多。 这门绝学需要你很长时间来练习,但只要循序渐进,按照我教你的办法,相信不久之后你就能够运用自如了。 这玩意儿要是练得好了,是不是能够秒杀六阶妖兽? 五兵器眨了眨眼睛,他略微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冰针威能,母胆爆开能够对里面的冰针产生加速度。 而且还是爆炸力层次的加速度,唐三点了点头,道,那是当然,这就要看你对冰爆术的运用了。 这和风元素也有所不同,但我已经给你想好了,咱们一点一点的来,五兵器嘴角抽出了一下,可是,老师那关你过不了啊。 你怎么能去家里学院工作,你太小了,他当然知道唐三不是白教自己这门神奇的暗器手法的,这小子的目的之前就已经说过了。 唐三道,镇长老师那边我自己想办法,你给我找一个能够进去的方式,而且要老师们最容易同意的方式就行。 五兵器苦笑道,你啊你,总是会出人意表。这次又不知道你要去干什么,你让我想想吧,明天我再告诉你,请,不着急,我相信大师兄,那我今天先把子母追魂夺命胆的基础运用手法教你,你从这个开始练习。 咱们一步一步来,唐三凯然说道,并没有要等五兵器帮自己搞定事情之后再教他的意思。 好,五兵器也不客气,他是对唐三这门暗器手法真的感兴趣。 唐三道,还记得我教你的甩手剑吧?那我们就从加强版甩手剑开始,这也是子母追魂夺命胆的基础。 加强版甩手剑,五兵器好奇的说道,唐三点了点头,道,你用甩手剑施展兵针,多远距离内能够保持威力。 五兵器想了想道,三十米范围内,威力可以不衰减,过了三十米,威力就会逐步降低,压缩的兵元素会变得不稳定。 三十米范围内刺入敌人身体,我有引爆的机会。 唐三点了点头,道,那么,我教你的这个加强版甩手剑,至少能够让这个距离再增加二十米。 而且还能更容易引爆,怎么做,五兵器眼睛一亮,这对他来说是更好学,也是更加现实能够提升实力的方式。 唐三道,就是要借助兵爆术的作用。 我们在冰针后面增加一个冰珠,你不是在三十米之内能够控制吗? 那就到三十米距离或者是接近这个距离的时候,引爆冰珠,让冰珠的爆炸力来推动冰针,从而达到二次加速的作用,这样会让冰针的穿刺力更强。 虽然这样未必能够再引爆冰针,但压缩过的冰针本身就不稳定,在碰触到敌人身体,或者是刺入敌人身体之后,自行引爆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就看你压缩的程度了。 五冰技愣了愣,道,这行吗?怎么能保证冰珠在爆炸后产生的能量会向前推动? 他立刻就意识到其中的问题所在,唐三嘿嘿一笑,道,这就是技巧了,你在冰珠外面如果再包覆一圈冰圈呢? 就是那种圆柱体,内部是冰珠,外面一圈冰圈套着它,一旦它爆炸,微能就只能向前后释放,你把后面再堵上,那爆炸力不就像是向前方推动了吗? 你先不用甩出去,在手里先试验试验,自然就知道了,甚至冰珍的尾部可以做成点的,就像原本冰锥的尾部一样,这样推力会更加直接。 还能这样,五冰技呆呆地看着唐三,真不知道你这脑子是怎么成的。 这是三世为人的经验啊,唐三心中暗暗想着,子母追魂夺命感原本是用金属制造而成的一种强大暗器,在唐三所能制作的所有暗器之中都是明烈前茅的。 他之前用风元素施展的,是改良过的。 而且,针对五冰技的时候,还没有将里面的风针用风钢来施展,否则五冰技挡不住。 第148章二次加速,用手法来施展子母追魂夺命感无疑是很难的,以唐三这业态的精神力再加上前世的经验,都需要那么长时间来蓄力。 五冰技想要练成,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相对来说,用冰元素来修炼确实是要容易得多,这一点唐三并没有蒙骗五冰技。 冰元素要比风元素稳定,而且是固态的,再加上冰爆术的特点,运用得好,确实是更容易施展,但也要一步步的练习才行。 唐三这推动冰针二次加速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前世热武器发射导弹的方法。 从理论上来说,是绝对成立的,冰圈底座要稳固,内部的冰珠要独立,这个独立的意思是你要能够单独引爆冰珠,而不是将其和冰珠底座一起引爆。 然后前面的冰针要和后面的冰珠紧密结合,冰针的尾部和冰圈完全吻合不要有缝隙,这样的话,你在引爆的时候,所有推力才能够完全作用在冰针上。 同时,你还要保证甩冰针出去的力量能够在引爆的那一瞬间挡住后坐力。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唐三继续给武兵记讲述着,大体是明白的,武兵记点点头,他本身就十分聪明,通过唐三的描述,他大约明白了其中的门道。 这样,我给你做个演示吧,我们就不管站立了,这样你能看得清楚一些。 说着,唐三将右手伸出,掌心之中,一根由风元素凝聚而成的风针逐渐成形,然后在风针后面凝聚出一个小小的风球,再凝聚底座将尾部的风球套进去,风针尾部的风元素扩张一些,堵住风元素底座的缝隙。 就是这样的,你看好了啊,唐三一边说着,一边引爆风球,嗖的一声,前端的风针就被弹射而出,风针直接刺入墙壁,在墙壁上留下了一道凹痕。 唐三的手法不错,这门手法的原理充分展现在了武兵记面前。 再来一次,唐三又重新凝聚了一根带推进器的风针,他屈指一弹,风针电射而出,在飞出三米的时候,尾部轻光一闪,内部风球引爆, 那原本飞射速度就很快的风针在轻光的爆发下二次加速,宛如幻影一般电射而出,还是射在墙上,这次却直接将墙壁刺出了一个小洞。 武兵记到吸一口凉气,这下看得就非常清楚了,唐三用事实向他证明了二次加速的可行性。 而他对自己所压缩的冰针是非常有信心的。 冰针本身就有很强的穿透力,如果自己的冰针还能完成一个二次加速的话, 那么,威力绝对不是刚刚这风针能比的。 但是这么一个二次加速,就绝对是全新的暗器手法了,更不用说子母追魂夺命感了。 试想一下,如果是众多冰针隐藏在一个冰球之中,冰球爆炸,推动冰针,冰针在二次加速爆发速度, 那穿透力会有多么恐怖,而且施展的距离还能更远。 冰针刺入敌人体内,如果对冰元素计算得当的话,还能在对方体内引爆,这威力。 武兵记心中幻想着,眼中你是一片火热,张着嘴都要流口水了。 这玩意儿要是能够成功施展,威力会有多大,简直不敢想象啊。 唐三,这,唐三笑呵呵地道,不用谢我,这门手法更适合大师兄你啊。 你先把过加强版的冰针练成了,咱们就进行下一步的练习,这个你凝聚之术简单, 但要做到足够快,就要看你对冰元素的掌控能力了。 你有冰元素护身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成功。 凝聚冰针的时间越短,凝聚的数量越多,就意味着你的战斗力越强。 嗯嗯,武兵纪连连点头,他现在也不想那子母追魂如何施展了, 只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个二次加速先练好。 那我先走了,待会儿时唐剑,对于说服张浩轩,唐三是非常有把握的。 张浩轩知道他的秘密,他只需要告诉张浩轩自己想去家里学院观察一下各种妖怪族的能力, 寻找更适合自己吸收的血脉,张浩轩应该就会同意他去。 毕竟,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自保能力,思想也很成熟。 他叫武兵纪,并不只是为了让武兵纪帮忙, 也确实是希望自己这个小团队的实力能够更好的提升。 程子诚,故里修炼的乱披风垂法需要练习很长时间才能真正掌握, 与其祥物独白,他有此集魔童了,那对他是最有效果的。 武兵纪在兵元素掌控方面确实是得天独厚,当武兵纪加强兵元素掌控方面的能力, 是提升武兵纪战斗力最好的方式。 六阶的武兵纪一旦突破到七阶,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天一大早,武兵纪就悄悄地找到了唐三,给他提供了一个办法。 让唐三去当陪练,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刚刚十岁,这么小的年纪去当陪练,不被妖怪们怀疑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但如果只是单纯地进入家里学院,那就不一样了。 除了陪练之外,家里学院还有其他的工作啊。 学院小镇本身就是为了家里学院服务的,整座小镇都是张浩轩管理的。 所以,如何给家里学院提供服务,都是唐三这位镇长老师说了算。 不能当陪练,去做个打扫卫生的总是可以的。 你要去观摩,下午,张浩轩见到了来找自己的唐三。 嗯,我想找找有没有更适合我的妖神变。 你也知道,我现在六阶了,应该又能接受一种能力了。 龙鹿的妖神变血脉越强,我的实力肯定会更强啊。 唐三向张浩轩说道。 张浩轩眉头微醋,道,你确定你可以融合更高层级的妖神变吗? 他之前见过的唐三融合的妖神变血脉,几乎都是低阶的。 唐三道,不但可以,而且还能换。 对张浩轩,唐三并没有隐瞒。 毕竟张浩轩已经知道了他最重要的秘密,张浩轩多知道一些,也能更好地配合他。 无论是之前通过神识,还是之后通过天狐之眼,都让唐三肯定,这位老师还是能够信任的。 否则的话,他恐怕早就被救赎组织带走了,而不是留在这里。 嗯,张浩轩惊讶地看着唐三,您,唐三第一喝声,一瞬间,张浩轩的身体微微一僵,下一刻,他的眼睛就瞪大了。 这是时光变,顾李的时光变,你张浩轩吃惊地看着唐三,他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有些不能呼吸了。 唐三咧嘴一笑,和顾李师兄在一起时间长了,慢慢学会地,替代了原本的种假术。 张浩轩道吸一口凉气,时光变已经是第二层级的妖神变血脉了啊。 在整个救赎组织之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唐三能够学会时光变,这就意味着,高层级的能力他也可以。 正在张浩轩吃惊的时候,他看到唐三背后橘红色光芒闪,两只光一展开来,带动着气流,令身体漂浮而起。 金鹏变,第149章搞定,张浩轩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而唐三已经收了神通,重新站在他面前。 所以,家里学院一定也有很强大的妖神变,我想去看看,要是能够学到。 您懂得,唐三一脸向往地说道,张浩轩的呼吸明显变得有些粗重起来, 理智告诉我,应该把这件事向组织汇报,把你当成最重要的存在保护起来。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所做的一切有多么颠覆这个世界? 尤其是颠覆我们人类世界,唐三认真的看着他,道,老师,具体的修炼方法我都已经教给您了。 不是我这个人宝贵,而是玄天宝露宝贵,没有谁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所以,才更需要我去多做尝试,看看他的极限究竟在什么地方。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找到他与我们人类的契合方式,才能让我们人类有崛起的机会。 张浩轩闭上双眼,懒懒地道,可你知不知道,一旦你的这个秘密被发现了意味着什么? 唐三微微一笑,道,有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小心被发现了,那么,我也只会是一个个体, 无论是被他们杀死,还是我自我了断,都绝不会泄露玄天宝露半个字的。 这件事也只有我们师徒二人知道,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尽可能地隐藏,也需要您帮我隐藏这件事。 哪怕是我以后死了十年,百年之后,当我们救赎更有基础的时候, 再慢慢培养足够的强者出来,也不能让玄天宝露曝光。 否则我们人类才会是最危险的,张浩轩默默地点了点头,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他才没有将玄天宝露的诗情上报。 一旦上报,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组织一旦决定要让更多的普通人来学习, 想要不暴露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那必将带给人类灭顶之灾。 你很聪明,你根本不像是个十岁的孩子,你非常的成熟。 唐三,你知道吗? 我甚至想过,你是不是上天派来拯救人类的救世主。 我也曾经想过,你是不是妖怪族派来的奸细。 我更希望是前者,后者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哪怕是在妖怪族,你这样的存在也是绝对最顶尖的天才, 妖怪族根本不需要让你来冒这个险。 我会尽一切可能好好保护你,但你也要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你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如此的重要。 张浩轩认真的说道,您放心,我很稀命的, 毕竟已经死了两次了,唐三在心中默默的吐槽。 请吧,你要怎么做,我会配合你。 可以观察,但一定不要轻易出手。 镇长老师搞定,张浩轩如何跟其他几位老师说的唐三不知道, 但他很快就接到了武兵纪的通知,他可以前去家里学院工作了, 一周工作三天,工作内容很简单,扫院子,真的就是扫院子。 家里学院清洁工,剩余的四天自然是回救赎学院学习,修炼。 期间如果有外出实战历练,扫院子的工作会安排其他人接管。 无疑,张浩轩给他的这个安排也算得上十面面俱到了。 最近暂时也没有外出历练的安排, 所有救赎学院的学生分成三组分别外出历练之后, 最近这段时间是沉淀和总结, 还有针对各自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辅导。 这样的方式唐三也是非常认可的, 沉淀之后,再继续历绪环往复,是最好的办法。 唐三虽然长高了不少, 但十岁的他,身高也就一名五左右。 在巨大身形灵力的妖怪族面前, 就是个小不点。 学院小镇的制服也就是他们在家里学院工作的工作服了。 安排好了一切之后, 在唐三提出请求的第三天早上, 他跟着张浩轩, 终于进入了这座家里城第一学院。 作为工作人员, 自然是不能走正门的。 家里学院在学院小镇这边的方向有个后院小门,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通过这个后院小门进入其中工作的。 走进小门, 无形中, 唐三都能感觉到这里的气氛仿佛多了几分庄严素目。 而且天地灵气也比外面更加浓郁几分。 小唐, 你要记住, 家里学院在整个家里城内都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不只是家里城内部的顶级贵族子弟都在这里学习, 就连许多其他大族的子弟也有钱来进修的。 这里有着众多强者, 神级层次以上的都不在少数。 所以, 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谨慎, 明白吗? 张浩轩低声叮嘱着, 唐三当然明白他是在嘱咐自己什么, 只是连连点头。 家里学院非常大, 里面分为三个大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教学区, 包括主教学楼在内, 一共有六座教学楼, 大小不一, 分别进行不同的教学。 第二个区域是生活区, 家里学院的学生, 平时是要求住校的。 离开学校需要请假, 每个月有一次三天的假期, 见在唐三回想起来, 自己以前碰到美公子的时候都是运气非常好啊。 正是他放假之后回到奶茶店帮忙的时候, 第三个区域被称之为修炼区, 那边分为多个不同的修炼场地, 适合不同的学员进行修炼。 学院内部的高级商店也都在修炼区那边。 其功能和就熟学院的小卖铺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毫无疑问, 这里的好东西可就要多得多了。 三大区域的划分简单明了, 而唐三前来工作的区域, 就是负责教学区主教学楼前面一片 大约一万平米空地的清洁工作。 每天要清扫两次, 上下五个一次, 然后每周要进行一次清洗。 清扫相对来说自然是比较轻松的, 清洗的话就比较累了。 张浩轩带着唐三来到家里学院内部一片树林厚棉。 这里有一排低矮的房子, 受到前面树林的遮挡, 从前面是完全看不见的。 张浩轩走到矮房前, 在其中一个房门上敲了敲。 门开, 里面走出来一个你有些勾搂着腰的老者。 毛叔, 张浩轩很客气地微笑道, 镇长来了, 快里面坐吧。 被称之为毛叔的老人笑呵呵地说道。 张浩轩摇摇头, 道, 我就不做了, 这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孩子, 麻烦您给他安排工作就行, 我就先回去了。 他叫唐三, 您叫他小唐就行。 小唐, 来见过毛叔, 毛爷爷, 您好。 唐三上前两步, 恭敬的行礼, 不用叫我什么爷爷, 叫我一声毛老就行了。 这里不能有亲戚类的称呼, 明白吗? 毛叔上下打亮了唐三几眼, 看着他眼神中的淡漠, 唐三赶忙点点头, 明白了毛老。 毛老向张浩轩道, 那您就去忙吧, 这个孩子交给我了。 只要他安分手挤, 保证没事, 张浩轩点点头, 那就麻烦您。 小唐, 毛老在家里学院工作了几十年, 对这里非常熟悉, 你要听毛老的吩咐, 每天下工之后就会镇上。 是, 谢谢镇长。 张浩轩走了, 毛老有些冷淡的道, 跟我进来吧。 第150张扫地小唐, 唐三跟着毛老进了矮房子, 房子里面的布置非常简陋, 一边堆放着扫帚、 水桶之类的东西, 另边有一张桌子和几张看上去随时都可能坏掉的凳子。 毛老在一张凳子上坐下, 看向唐三, 道, 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能够来到学院里工作, 意味着你已经得到了镇长的认可。 不过, 在这里工作你就必须要守规矩, 守规矩不只是为了你自己, 也是为了咱们镇上所有人。 虽然在学院里, 他们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算克制, 但如果真的招惹到了他们, 我们的死期也就到了。 不只是你会死, 还会连累所有人。 是, 唐三答应道, 毛老淡淡地道, 记住, 不要说话, 工作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哑巴, 要始终低着头, 不要去看。 不看, 不听, 不说, 至于你心中愿意怎么想我管不着,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给我找麻烦, 也不要给大家找麻烦。 做到这一点, 你就能在这里工作下去, 否则的话, 就走人。 本来我是不愿意收你的, 毕竟你年纪太小, 容易惹事, 但正常保证过, 说你还可以。 那么, 你就表现给我看。 是, 听着毛老的训诫, 唐三心中不禁有种奇异的感觉, 三是为人, 作为曾经的神王, 被这样训诫一番, 倒也不失为一种奇异的体验。 他当然不会跟毛老生气, 他也明白这位老人的意思, 一切都是为了学院小镇上的人类附庸着想。 在妖精大陆这样一个世界上, 毛老这么做并没有错, 或者说, 他这么做其实非常正确。 走吧, 我带你去你工作的地方, 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工作了。 当下, 毛老让唐三拿上工具, 带着他走出了矮房子。 家里学院的主教学楼是一栋非常宏伟的建筑, 高度超过50米, 却只有五层, 哪怕是在学院小镇那边也能清晰地看到。 家里学院目前一共有一千多名学员, 分六个年级进行教学。 每个年级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年限, 学员需要通过上一个年级的考核, 才能进入下一个年级继续修炼。 考核是每半年进行一次, 也就是说, 你实力足够强的话, 只需要三年的时间, 就能够从这里毕业。 但如果你能力不足, 那么就一辈子也别想毕业。 因此, 并不是所有学员都能够从家里学院毕业的。 主教学楼前的这片空地大而空旷, 地面用食材建造而成, 平整光洁, 食材拼成各种各样的图案, 最主要的图案就是妖怪族的十大强族。 在这里是不可能看到金怪族的痕迹的, 毛老给唐三指出了需要清洁的区域, 记着, 在这里工作不要耍小聪明。 不管你的妖神便是什么, 不要在工作的时候使用, 就保持人类的形态清扫, 它是实地干。 中午的时候, 回咱们那边去吃饭, 下午再继续工作, 整体来说, 清扫是每天两次, 但除了这两次之外, 如果看到脏的地方也要及时清扫干净。 交代完毕之后, 毛老是以唐三可以开始打扫了。 唐三沿着广场的边缘开始清扫, 毛老就在旁看着, 唐三当然知道他这是要监督自己, 看看自己能不能很好的完成工作。 唐三来这里工作当然不是为了干活而赚钱, 而是为了能够见到美公子, 他不需不及地清扫着, 始终保持着稳定的频率。 毛老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对唐三这样的表现, 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至少从行为上就能看出, 这不是个急躁的孩子。 半个小时后, 毛老走了, 唐三自己在这儿慢慢清扫, 事实上, 在这里工作有些枯燥, 可对于唐三来说, 枯燥根本不算什么。 令他有些惊喜的是, 这里的天地灵气非常浓郁, 应该是家里学院内有什么法阵来增加天地灵气。 他一边扫地, 一边默默地运转玄天宫, 吸收这些灵气, 滋养自己的身体, 倒也算得上是一种修炼方式。 唐三一点都不着急, 就这么慢慢扫地, 慢慢地吸收空气中浓郁的天地灵气, 运转着玄天宫。 自从服用了龙筋果之后, 他的身体有了明显变化, 也开始刻意用玄天宫淬炼身体, 而不像以前那样为了掩盖自身故意让自己变得瘦弱。 一个上午就在这样的清扫中度过, 当毛老再次找来的时候, 看到的是捷径得近乎一尘不染的广场, 而此时唐三正在将清扫的垃圾清理干净。 该吃饭了, 打扫用了这么长时间吗? 毛老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这个孩子, 唐三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微笑着道, 我把树丛中的泄落叶和杂草也清理了一下, 总是要做的。 嗯, 去吃饭吧。 毛老道, 绝院的饭菜都是统一的, 至少对他们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是这样的, 粗茶淡饭, 唐三都习惯了, 肯定比旧书学院的差得多。 在来之前, 张浩轩就提醒过他可以自己带饭, 但唐三没有带, 那样太显眼了, 让同样在这工作的人怎么看? 整个吃饭的过程, 毛老都没有说话, 唐三也没有说话。 吃完饭, 唐三先默默地收拾了餐具, 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来, 开始盘膝冥想。 休息了大约两个小时后, 唐三就再次拿起扫帚和清洁工具去了主教学楼广场那边, 继续清扫。 毛老对唐三这个不爱说话的习惯似乎是比较认可的, 下午看唐三的目光明显变得柔和了许多。 以前这份工作自然也是有人做的, 只是清扫的话, 两个小时就足以完成了, 下午更是只需要一个小时简单地清扫一下就差不多了。 所以, 这份工作并不算很累, 但唐三上午足足清扫了近四个小时, 中午也只休息了两个小时就去了, 这让毛老感觉这个孩子还是挺勤快的。 他哪里知道, 唐三只是为了多待在广场上, 好看到某人啊。 今天一上午, 唐三是没有见到美公子的。 主教学楼广场这边, 很少有妖怪族的学员出现, 偶尔能够看到几名妖怪族学员, 也只是路过而已。 唐三并不急, 他只要知道美公子在这里学习就足够了, 总能碰到的。 绝缘再大, 也就是捐起来的这么一个范围而已。 一天的清扫工作做下来, 当老老晚上再来检查的时候, 顿时有种整个广场都焕然一新的感觉。 地面上哪怕是一个小的污秽都没有了, 极为干净整洁。 尤其是广场周围的绿植, 还进行了简单的修剪, 看上去给人一种和谐的感觉。 唐三前世使用的最主要的五魂是蓝银草, 后来蓝银草进化为蓝银黄, 那是植物之王。 对于植物, 它有着天生的亲和感, 这也是为什么它要选择青玉藤放在自己第六个烙印的位置上, 它就是希望青玉藤逐渐变强后, 能让自己运用前世的一些能力。 这些能力才是它最熟悉的啊。 这些能力才能选择青玉藤逐渐变强后,